鄉親啊 午安 午安 現在多了十二點 我是鄭苗鴻贊教授 我是台灣道理黨的主席 鄭苗鴻贊教授 我 我印 五花五前輩的邀請 每個禮拜禮會在11點 會來台北火車站南二門 向各位鄉親開港 展告書的主席 我今天要說的第三個主席 我今天要說的第一個主席 是北京發生政變 中南海槍響 我第二個主席 是習近平會火被政變掉 我第三個主席 今天要說的都是寫的 都是要想殺的 第三個主席 美國所期待的 中國共產黨的結構性倒台會不會發生 中國會不會 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結構性的倒台會不會發生 來 我現在開始說 現在美中貿易戰開打 川普對中國實施了500億 再加2000億 再加3000億 總共5500億的貿易逆差的貿易制裁 關稅制裁 那麼 中國完全沒有還手的遺地 中國完全沒有還手的遺地 那中國會不會因此 中國共產黨產生結構性的倒台 結構性的倒台 一個原則 中國共產黨會不會 依照美國所 美國人喔 所期望的結構性的倒台 結構性的倒台 來 聽好 原則上 只要喔 中美貿易戰喔 打得越久 中美貿易戰打得越久 那喔 中國就倒得越徹底 要聽我的意思嗎 只要中美貿易戰打得越久 那中國就倒得越徹底 欸 開玩笑 每年喔 美國人送給中國人 三千七百五十億的逆差 也就是喔 美國人送給中國人喔 一年喔 十一條新台幣的貿易逆差 十一條新台幣 拜託我們台灣喔 我最不要說是中國民國的啦 我們台灣喔 我們台灣喔 一年喔 中央政府總預算它兩條啦 啊 美國喔 去年喔 送給中國喔 貿易逆差喔 他送給中國喔 是五千億了 五千億中十五條的 會來銷啦 美國喔 吃中國的 會外銷口 美國喔 15條新台幣 啊 其中喔 十一條喔 十一條喔 是貿易逆差的 啊 現在喔 拜託的 川普喔 說喔 我跟妳說啦 我過去喔 妳們參加WTO 十幾年啦 十七年啦 從來不遵守 WTO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 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喔 是平等互惠啊 啊 你拜託的 我跟妳喔 沒有 美國人都會給妳 我說一個比較簡單 我昨天喔 在我的FB 鄭苗峰的FB 我會寫得很清楚 美國喔 被夭壽吞 吞了什麼 我跟他汽車 雙方的汽車關稅 雙方互相的汽車關稅 美港喔 輸在中國 卻捧25%的貿易關稅 啊 中國輸入美國的時候呢 只有2.5%的貿易關稅 差十幾 差十幾 看美港喔 讓中國人這樣把它吞 那現在中國說 好啦好啦 我們大家公平競爭啦 好啦我們 你美國人都 引發世界貿易大戰 好啦好啦我放這15%啦 我對妳是2.5%的關稅咧 你對我15%的關稅 你誰吃我6% 而且喔 拖人家的錢 而且喔 還大聲的喔 說人家的 不給人家拖 喔 真的喔 美國人抓狂 所以說喔 美中 現在川普起來 你們WTO都是掩飾喔 中國 這個 不規則 無理的 這個 互相對等的貿易 所以說喔 他不在那裡想 你如果WTO你如果不把他處理 當作這條喔 不好意思 我退出WTO 我跟你說 川普 川普這樣把他派喔 川普這樣把WTO 你如果WTO這條喔 要不然喔 總共逐出WTO 世界貿易組織 因為 因為中國喔 2001年喔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呢 是答應喔 大家喔 平等付費啊 他完全沒有平等付費啦 所以說喔 那如果不是 把美國 把中國搬出WTO 世界貿易組織以外 要不然我退出 我美國人退出 所以說喔 這次結合他喔 中國 中國 有15兆 新台北15條的產品 他喔 沒有地方跑 他是輸入美國 美國現在全部喔 5500億的 關稅貿易喔 要把它送下去 送下去他喔 中國縣貨不在乎都輸入到美國啦 那如果這個再打下去的話喔 中美貿易戰啦 怕越久了 中國伍產黨 然後到台北 去到台北 搞得更徹底 mall more time 就是如果要若な橋 中共共產黨的掙錢 他就去到台北 但是這東西是這樣 雙邊的貿易戰 他是一種欺商錢 什麼叫欺商錢呢 可能殺敵一圈 但是商級200 300 但是你如果美國意外方法 美國要讓中國共產黨徹底倒台 只有一句話 把中美貿易戰打越久 那麼中國共產黨倒台越徹底 他的經濟結構會導致政治結構整個解體 是怎麼說呢 這依照經濟學來講 這是正常的判斷 這不用打經濟學 我為什麼要在你講經濟學 陳教肖很醜味 陳教肖真的很醜味 我沒有跟你騙 陳教肖以前陸民人 如果說上行業 大家都有讀過陸民人的經濟學 陸民人三民書籍 陸民人的經濟學 陸民人的經濟學很高 差不多10公分 其實我們很高 日本車才到達300元 到500元 不會騙你 所以說你隨時跟我說什麼ISLM曲線的變化 凱因斯的擴大需求理論 Y等C加I加G加X等 這是我不用看 因為我經濟人 日本錄民人經濟節 還有郭婉龍的個體經濟 總體經濟 還有錄民人的個體分析 總體分析 還有郭婉龍的個體經濟 我真的喔 經濟人 我不知道怎樣 我以前喔 後來喔 我那時候想要去討台大經典所博士班 我的幸福啊 我在經濟人 我很有幸福啊 後來我去討台電機博士 真的喔 好啦 不要說什麼 這個 如果美中貿易戰喔 打得越久 中國共產黨喔 他打得越徹底啦 啊 如果說喔 美中貿易戰啦 現在美國喔 一看喔 習近平如果倒台喔 如果 美國立刻鬆手 美國立刻鬆手的話 我跟你講喔 對共產黨來說喔 他只是更換另外一個領導人 這不意義啦 這不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他還是在 所以說喔 我是跟川普 欸 川哥 加油加油 你如果喔 現在鬆手 那對中國來講喔 你只是 拿下了習近平 讓中國共產黨喔 換了另一個領導人 但是 他繼續把你吞 他繼續把你吞 對中國共產黨來講啊 他只是 另外換了一個另外一個領導人而已啦 沒有意義啦 最有意義的是喔 美中貿易戰 繼續給他打下去 打下去以後呢 中國所有的15條 外銷去美國的 所有的產品喔 他就沒辦法外銷 外銷 中國所有世界 駐江山角說喔 過去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工廠 他所有的產品 如果沒辦法外銷 找到賣了 找到買家的話喔 工廠生產的東西 沒人要買 要工廠就關門 那如果工廠關門喔 所有的原工就沒頭路 那所有的原工就沒頭路 他就沒錢 沒錢喔 拿回去家裡餵雞啦 那如果沒錢 拿回去餵雞喔 中國所有的家庭喔 沒有了麵包 他們就不得不走到街頭喔 去給你喔 燙魚啦 那全部走到街頭喔 中國很大 每一個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所有的工廠關門 所有的下港工人喔 全部走上街頭 向共產黨喔 要麵包的話 中國共產黨 我告訴你 你再怎麼圍穩喔 人民沒飯吃 跟你拼 那你中國就怎樣 你就倒台 倒台 以前我小時候 你知道嗎 我住台南 總的街 喔 誰知道都有人在賣那個 倒打 喔 我想喔 奇怪的 靠那個倒打 原來就是那個倒閃 我們台南喔 我們台南也說那個倒打 喔 我小時候來聽那個倒打 啊 中國共產黨 倒打 喔 說到大家參考 喔 我跟你說 川哥 你能夠多打一個月 多打一季 多打一年喔 我跟你說 你如果打一年喔 中國人民喔 一定會被逼 逼上街頭 會被逼上街頭的話喔 那就是 表示說喔 中國所有的工廠關門 下港工人喔 全部沒有 家庭全部沒有麵包吃啦 沒有麵包吃 全部走上街頭 全部走上街頭咧 中國共產黨的 經濟結構崩盤 它的政治結構就不得不崩盤 這就是喔 美國如果在美中貿易戰 能夠多撐一個禮拜 一個月 一季 甚至於一年 那中國共產黨倒臺的更徹底 啊 最重要的我看法喔 不知道各位喔 這個鄉親喔 大家 鄭教授啊 你 信財樂禍 我不是信財樂禍 中國人憑歹啊 中國人憑歹啦 三個月 我跟人家說 學習台灣啦 流島不流人啦 你們爹請了就說 怎麼說 我們台灣人喔 我如果沒有去折擠到 你也不知道 後來我們現在說啦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齁 我們台灣齁 實際上的地位 我們台灣台盆實際上的國際 我齁 我是這兩三年齁 他完全齁 能夠以齁 一百個字之內 一百個字之內齁 結束清楚 中國 台灣齁 澎湖目前的國際地位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是這樣啦 聽好 台灣 澎湖在1945年以前 在1945年以前以前 大家是拿在本火腳的喔 1945年以前喔 我們是拿在本火腳的喔 欸 拿日本火腳的是 我們就是日本人 因為喔 1895年的甲午戰爭 這是 欸 我們要當國際人 我們就要守國際法 1895年齁 請說 請說 把我們台灣配合 各讓給日本 各讓給日本 所以1895年到1945年 我們是拿日本火腳的 啊 日本火腳的那時候呢 第二次世界第一次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人耶 我們台灣配合是日本人耶 啊 1945年戰敗 日本戰敗 日本戰敗 日本戰敗以後呢 我們台灣跟配合 變成了喔 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 盟國 55個戰勝的盟國的戰利品 戰利品喔 戰利品喔 他沒有把台灣澎湖處理好 他有責任 也有義務 把台灣澎湖這日本人的國土喔 有責任把它處理好 啊 在古今山合約裡面喔 有清楚的說 說喔 日本 把台灣跟澎湖放棄 但是他沒有聲說喔 到底會有三人叫 啊 一九四 在這裡的元家的規定 一九四九年喔 喔啊 中國改善喔 喔 蔣開時喔 他竟然喔 帶他的中國兵啊 跟他的軍艦 兩百萬人喔 總之你不來台灣 他就把他霸佔起來 總之吞下去 欸 你中國齁 你中國人蔣介石 莫名其妙 用你的軍事政權 進入台灣 霸佔了 第二次四葉大戰 的 五十五個盟國的戰利品 我再說這段喔 就是我們台灣陪伍現在在國際上的地位 什麼開羅先言 波姿坦先言 那都是喔 那都是喔 你喝咖啡開港 那不是國際條約嘛 還沒人心念嘛 我愛你你愛我啦 我們是心臟在負上去啦 不然世界上 還沒結婚 還沒意思什麼 我們要怎麼跟你心念啦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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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跟澎湖的國際地位 是1945年的時候 是日本 對 二次四葉大戰 五十五個盟國的戰利品 因為美國 因為喔 麥克拉斯第一號命令 委託 蔣介石 蔣軍喔 來受想 受想以後呢 我都把他拗下去了 我們台灣跟澎湖 就是叫蔣介石以及他的 他的軍事戰領啦 紅軍事戰領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的心念嘛 你台灣跟澎湖 是二戰五十五個盟國的戰利品 在中國蔣介石 你來跟軍事戰領 所以說 按照政准 全世界 目前 沒有一個國家 全世界 所以說有十八個國家 信任在中華民國 如果信任中華民國 都是讓你學生的 被你賄賂 來承認 所以說 我們台灣人 目前的國際地位 我們是無國籍啊 我們是無國籍的 世界上無信任的 你趁機拿一個保留 保留喔 兩萬人 保留兩萬人喔 他們拿著他們的護照 到聯合國去參觀訪問的話 人家接受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人 拿台灣的護照 這是無人信任的護照 你要去聯合國參觀 抱歉 保留的人可以進來 你不可以進來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 台灣朋友的國際地位 我們要搞清楚 所以說 中國人幫了 我們台灣人喔 台灣跟朋友 我們自民自決 依照第二次世界大量的自民自決 聯合國的規章 聯合國以前有啊 聯合國的憲章 規定自民自決 所以我們台灣朋友 向我們脫掉中華民國的這個外衣 證明為台灣 然後申請加入聯合國 啊不可能不可能 人家說張高雄不可能 中國喔 他們有火結錢就把火結掉 不好意思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27條 有相關利益的國家不能夠納入 喔 就不能夠納入投票錢 我們台灣喔 配偶 現在是叫中華民國簽名 中華民國是屬於中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27條 你 因為牽涉到你的利益 所以說對不起你的火結錢 你叫out 你不能夠參與這國啊 這國你不可以進 因為喔 有牽涉到你的利害關係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27條 第27條 喔 中國 我們台灣啦 我們台灣喔 如果透過證明 把中華民國丟掉 證明為台灣以後 喔 欸 因為 所以 蔣介石 他帶著200萬的軍人跟軍艦 進入台灣 他是沒有法言依據的 以及軍事佔領 他不能夠對台灣人實施 納稅 扶兵役 以及強籤強拆 所有台灣人民的房子 這都是違法的啊 也因為 蔣介石中華民國 他們是沒有法言依據 來把我們證明我們台灣和平和 所以說 他所帶進來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 法律 命令 全國失效 我們本土的蔡英文總統喔 有權利 向國際宣示 這很簡單的事情嘛 因為蔡英文目前喔 是我們台灣憲法人喔 一票一票 算出來 他有一種代表性 啊 蔡英文現在喔 他還要說他是中華民國 我就分得了 我來講 你如果說喔 如果說我做總統啦 我做總統啦 我馬上選擇 欸 中華民國 我向國際馬上宣布 中華民國我不要 我馬上證明就台灣 因為蔣介石 帶進來的中華民國 以及他的憲法 都是沒有法言依據的 所以說 向國際宣布 馬上失效 欸 中華民國憲法 法律 命令 中華民國 全都沒有搶在分射檔 欸 你參加加入聯合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厲害關係 依照 聯合國憲章 第27條 他不是不能夠參與投票 根本不能夠 參與火絕權的 的火定 所以說喔 我們台灣 如果總統中華民國 把他拒絕 把他面子說 他好像倒定年間 不像十八個國家 一百八十個國家全部給你信念 所以說 這是喔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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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教授就不可能做到總統 如果我做總統就是這樣 我台灣 都在黨的主席 爭苗 所以說 我第三個主題 我第三個主題 美國 所期待的 中國共產黨 結構性的倒台 只要 美國人 能夠持續 能夠多 美中貿易戰 多打一個禮拜 多打一個月 多打一季 多打一年 多打一年 下去的話 那中國共產黨 倒台 而且 垮台 而且 倒打 就越徹底 越徹底 所以說 今天 臣教授第三個主題 中國共產黨 會否結構性倒台 只要美中貿易戰 川普 能夠多持續 一個月 一季 一年 那中國共產黨 倒台的 越快 越早 如果現在川普 馬上松手 沒辦法改變 中國共產黨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 假設 習近平倒台的話 習近平倒台的話 只是另外換一個中國共產黨的 換了另外一個統治的人 他還是中國共產黨 還是那個經濟結果 還是那個政治結果 所以說川哥 川哥 我鼓勵你 這個 美中貿易戰 雖然這是七傷錢 但是喔 美中貿易戰 你要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美中貿易戰 能多撐一個月 多撐一季 多撐一年的話 中國共產黨 倒台 一定倒台 他倒台的夜徹底 這個英雄 就是我 曾苗鋒 戰狗修 台灣獨立黨 我是一個電機博士 因為我個人 我對社會科學 比較有興趣 我經濟人 我來操檔一下 我經濟人 以前研究所在科技 科82分 我去科政大氣炎所 我去科政大氣炎所 我科52分 那當中 經濟學特別人 特別人 平均10分 平均10分 我科52分 我研究所科技 我科國防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研究所第二次 我那時候 研究所科技 我經濟學科82分 加分 因為那時候科技 都有加錢比重 乘上2分之3 他們說 82分 跟42分 123分 入市分至140分 我三顆 沒顆都得了 所以說 我經濟這項 非常地好 所以說醫生 阿神到時候還在炒大 吃到60歲 我一丟五七 我吃到60歲 你也拜託的鄉親 你讓我炒大一下 不然又吃不久了 真的又吃不久了 今天有人告訴我 要反省你告訴我 阿神到時候 你這裡想要來一隻 一隻豪神 我不是豪神 那是打橄欖球 去撞到 今天那個王冠輝 有了 王冠輝這裡有一個 人說叫他豪神 這就是 你那星期一打橄欖球 民對民正 沒有去告到 撞到 你怎麼這樣子 你今天不是要去防法電視來講話 你怎麼弄得這樣子 我說我也不曉得 反正喔 柱欖就是美 都沒關係 反正我們台灣人 加油啦 中國共產黨如果要結構性的倒台 只要美中貿易戰打得越久 中國共產黨倒得越徹底 這是我的結論 以上是我曾廟宏 陳教授 台灣土地黨主席 第三的主題所說的 鄉親啊 謝謝喔 我今天我們太太說叫我 要去 關心回去 說了要關心回去 家人 他說叫我跟債姨 看朋友 他認同 好 我今天說到這裡結束 謝謝 下禮拜再見 好 中國現在要翻了 我都 每一 我都急著要來這邊講 因為我說的 跟大部分大的 知識的爆章媒體 說的都不一樣 以上 好 結束我今天說到這裡 謝謝 好 鄉親喔 拜拜 大家吃飯喔